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波是北方的冷高压 明显往南冲 刚好在台湾的边缘 银峰面 在北部跟东半部 我们说的银峰面就是指这个地方 都明显温度下滑 降到大概18、19 大概20度的上下 这个就有点冷的感觉 不过冷是相对的 等到我们再过了一两个礼拜 20度你都觉得很温暖了 因为温度是慢慢的往下走的 中南部还比较温暖 大概还有27到28度左右 北部大概就20出头 南北温差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看一下未来的情况 第一个类似的情况大概会持续至少一个礼拜以上 都是类似的天气 都是东北风 银峰面都有一些水气 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跑不掉了 山区就是银峰面每天都阴沉偶阵雨 会一阵子 那中南部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中南部温度也有下滑 现在来看的话 有没有看到 到了下礼拜四五 还有一波会比较强的会来 温度又会再往下降一点点 所以大致上呢 进入12月 很典型 就是类似北方高压主导的天气态 跟过去呢 这边有这个热带系统就不大一样了 纵使有热带系统发展出来 要成为台风的机会 说真的也没那么的高 所以请大家注意北边的系统 那北边呢 预计在未来都是一波一波的冷空气 南下 你看一直到12月中左右 都还是如此 没有很强烈的变化 请大家要注意的 真的冬天到了 尤其是北部跟东半部的朋友 那温度下滑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是以整个东亚来看 台湾在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整个东亚来说的话 在中国的大陆的东北 大陆的华北 其实整个温度都降下来了 你看都负十几度喔 在长江中下游的地方呢 大概都到个位数值的温度 低于十度以下 那慢慢的往南推 那整个南方呢 也有到达将近十度以下的温度 那因为隔个这个海峡呢 其实海面的温度是比较 有一点增碗的效果 所以温度呢 台湾这边大概就是未来呢 这一波大概到低温 都市的低温大概十八十九度左右 空旺地区呢 可能会拉到十五十六度左右 可是在周末呢 又会再往下降 等于是一波一波的往下走 所以现在未来来看的话 要回升 北部跟东半部比较大幅回升的机会 很少很少了 大概就是往下进入冬天的形态了 所以为什么请大家平常就要看气象报告 你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前一阵子的提醒 就是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呢 北部跟东半部迎封面呢 就是每天雨都下不停 如果很多人这个洗衣服 怎么洗都不会干 因为每天都在下雨 中南部呢 相对的就比较稳定 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短时间内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 就是都是类似的情境 你看都是东北风 一直 顶多就是风向有一点转变 大致上呢 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你看一直到下礼拜天都是如此 所以每天的天气都很像 顶多有一点风向上的小的转折而已 大致上呢 就是迎风面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迎风面的降雨 迎风面的降雨 还有花莲这边迎风面的降雨 那西半部非常的稳定 稳定稳定 那宜兰呢 是特别容易降雨的 还有清北市的迎风面到基隆 这都很容易会下雨 那整个温度上呢 大概都维持17到20度 这是北部的温度 那空旷地区呢 再减个2度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幅度 那到了下个周末 还有可能再往下再降一点点 所以最近的就是回不去 你都回去大概上这个1 2度而已 感受不会太大 所以请大家 北部跟动漫部的朋友 一定要冬天的穿着 中南部呢 21到26七八度 你看还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中南部 温度也下滑了 建议还是要穿长袖 还有博外套 会比较合适 温度早晚也都明显下滑了 大致上呢 最近的南部的空品 还是一个问题 其他各地呢 今天天气 空气品质都还不错 天气呢 就明显变凉了 但是明天来说的话 南北有点落差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东半部呢 还是容易偶正雨 请大家多留意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冷高压南下 降温满明显的 北东湿凉 留意早晚的低温 已经过入冬了 请大家注意 真的已经入冬了 一下就来了 很多人请问一下就来了 其实我们一直提醒 但是前几天实在太温暖了 那迎风面呢 持续有降雨 那入冬呢 换季这段时间 就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温差开始有变化 年长者呢 是首先重要关心的 请大家注意他们的健康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 要请他们多量血压 多关心他们的健康 也要注意随身戴口罩 以免很容易传染感冒